关注我一起实现个人成长班 我为什么不适合在中国读高中呢 我会考不上好多大学 今后我找不到好多工作 买不起房 没有存款胜养父母 扶养孩子 当然是开玩笑啦 虽然也有可能会变成事实 嘿 我是阿图 好久不见 这是一个少有的 从客观角度看留学 和海外教育的自媒体平台 跟大多数留学生谈留学的视频不一样 我会从澳洲当地注册教师的角度 跟大家理性的分析 澳大利亚和中国教育制度 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模式的一同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上学 我只是跟大家讨论一下 适合我的教学模式 而不是在评论 哪里的教育制度是最好的 我其实是在中国上的高中 我们高中跟墨尔本一所中学有合作 每个年级有一个中奥班 就是高一一个班 高二一个班 高三一个班 我们班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同时接受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高中课程 既可以参加国内的高考 也可以参加澳大利亚的高考 如果我想的话 也是可以同时参加两个高考的 现在中奥班的课程内容已经不大一样了 我就谈谈我的高中生活 和后来在澳大利亚的学习经历 成为澳洲注册教师以后的教学经历 对我的影响 虽然我更适合中国的语言 文化社交模式 也很感谢有教无类的理念 带给民众的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 但是从教学模式上看 我可能更适合澳洲的中学课程 这期视频同时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 谈一谈中奥高中教学模式的不同 第一感教学内容 上中学的时候 我是一个偏科很严重的学生 我的数学和物理简直是一团糟 经常在几个先附近求生 虽然说我对大多数的文科内容 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极度反感英语 和某一科不通过考试高中 就没有办法毕业的必修课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 理科里的化学和生物 您不觉得化学反应和生物细胞 这些内容很神奇吗 在大学读教育专业以后 我了解到天科 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不同个性的人 会擅长不同的学习方法 从教育学和生物学组织来看 天才是存在的 只是天才擅长的领域不同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的自定症患者 很擅长绘画 有的数学不及格的文学大师 被某知名学府不格录取 这样想想 如果可以选择 所有我擅长和喜欢的课 那可能会开启一段 开挂的高中生活 虽然我也不能保证 自己可以满满考试英语 但至少我是狭兽学习的 澳洲英语和数学是必修课 而且这两个课是有在体区分的 数学一般的学生 可以选择最简单的数学来学 採用以后在大学里面学习 跟数学有关的专业 高中的时候就可以选择 最难的数学课程 其他科目几乎都是可以选择的 除了我们熟悉的 物理化学生物语画 也有信息技术课 各种体育项目课程 音乐绘画戏剧等等 数位课程 商科法律厨艺等等 上百名课程 也有汉语、韩语、日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印尼语等等 非常多的语言课程 这里可能有同学开始羡慕澳洲的学生 其实不是所有学校都开始这些课程 这些科目的教训质量也是层次不齐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出一期澳洲教育吐槽视频 详细结束 听说国内有的地区已经把单纯的文理分科取消了 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 你所在的地区有往里分科吗 留言讨论一下吧 第二个发散型思维 在读澳洲高中课程之前 我都不知道所谓的发散型思维是什么 最多也只是听说过brainstorm 头脑分泡 给一个主题或者一个词语 尽可能多地写出与之相关的内容 但实际上培养和运用发散型思维 在澳洲的教训模式里非常常见 也非常重要 发散型思维最直白的理解就是 同一个主题你能联想到的所有可行的思维能力 比如说我这个学期教的一个中文主题是 light and shadow 你能想到什么呢 发散型思维相对弱的同学 可能会直接翻译成光合影 这样的话中文课就彻底变成了科学课 学生们就只能整天沉浸在折射反射这样的术语里了 发散型思维相对好一起的同学 可能可以联想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皮影系 他告诉我怎样用40个小时的教学时长来交皮影系呢 发散型思维更好一些的同学 比如说 阿图我可以联想到的是追逐光明的中国神话故事 发散逐日有关光音的歌曲 用光音替代时间这个词语有什么作用呢 励志故事曹币借光是怎样阐述日光廉价烛光天价的现象 有光肯定会有影子 可不可以把这个现象衍生为正面和反面呢 所有事物都是利弊相伴的 以此锻炼学生的变者思维 如果你有一种原来可以这样想问题的感受 那就赶紧关注我 每一期视频都会让你有这样的感受 三 时间管理 我是一个不受控的学生 跟你们理解的不受控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学生时代我是一个非常安静 按部就班 从来不抄作业不作弊的乖乖女 是所有人眼中的好学生 其实我的内心是不受控的 我极度渴望自己可以安排时间 比如什么时候起床学习读书 换句话说 我很期待也很享受得意 我所了解到的国内的高中甚至大学课程 很难找出一大段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 也几乎没有老师会在课堂上教如何安排时间 当然有的老师会告诉你如何安排复习时间 下期学习计划的除此以外 在澳洲的教训模式里 教师会引导学生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 做阶段性的学习规划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接受任务的学生 可能会更适合在国内读高中 按照老师的节奏和步骤去学习 相对而言可以最大程度的掌握课本知识 当然得基于你真的来而认真学习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一个喜欢自己设立学习目标 安排学习的不受控群体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出国留学 或者点击关注我呀 一定不能自己可以安排时间 又一心想着摆脱控制的同学 要不要试着考虑老师安排的学习节奏 毕竟老师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从业者 对吧 澳洲教育模式下的终极目标是 教授这个内容 可以提高学生的哪些生活技能 比如可以提高学生的观察事物的能力吗 可以提高学生变得是非的能力吗 掌握这个技能 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和终身学习的目标 又有哪些好处呢 刚才提到我是一个不受控的学生 我非常喜欢思考这个知识点 对我当下和未来有什么作用 喜欢思考是因为 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 找不到可以帮我解答这些坏点子的人 只能一个人多读书多看报多思考 在澳洲读教育学专业以后 尤其是跟教育领域的前辈对话以后 我感觉瞬间打通而认读而迈 举个例子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英语 如果以后要在一个全中文的话剧里工作 为什么很多港外还是会摄持英语要求 很多跟英语没有联系的专业学生 为什么还要被强制要求考英语呢 好了 以上这些问题留给你 有任何想法给我留言 大图是一个会几乎详细回答所有问题的up主 事实是 趁着我本资量不动 还有时间超详细回复留言 再给一个实在的例子 我高中以前 我一直对自己的写作能力颇有信心 老师们经常以文才斐然来形容我的作文 直到接触了澳洲中文课程 我才开始思考 学习语文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写作 写作能力可以给我的生活和未来职业带来什么 我也真正意识到 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写出还不错的文章 从词早华丽的高峰画品文章 到文字纯朴逻辑鲜明的干货文章 我很感谢澳洲高中课程的教训模式 以后也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写作的干货视频 你的点赞 收藏 留言 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